今天没有什么时间跟家人在一起吧 所以就想跟家人说的是 大家好,我是炎亚伦 那其实进到这个行业 说实在没有什么时间都可以陪家人 所以呢,想跟家人说的是 虽然不常在同一张桌子吃饭 但是每次在吃,不管是哪里餐,早餐,中餐,晚餐 我会一边吃一边想着哪里 我爸他就很 因为其实在我来就是牺牲蛮多的东西 可是他还是这么支持我 然后就很鼓励我 就是觉得很感谢他 因为他其实他很需要我在我来跟他 就是跟他在一起 可是他因为知道我想在里面全工作 然后他就很support我 所以就很谢谢他 哈啰,大家好,我是Calvin,陈一吴 有时候就是,其实妈妈都知道我 明天都会很晚回来 但是他有时候还是会常常打电话来说 诶,你今天要不要回来吃晚餐 然后其实大部分我答案都是没办法 可是我觉得妈妈就是还是都很关心我啊 爸爸也是 那不管我们去哪里宣传 去外地或者是去各个地方 他们都很关心我的行程 那真的就是谢谢你们 那我们会继续努力 那其实现在身边也像多了三个家人一样 就是至少就是吃饭都有人陪 这样还不错,对 嗯,嗨,大家好,我是Ferron,汪东晴 那,在这个汪东家那之后 我跟我妈妈两个人相依为命 那常常就是我有去工作的时候 也许是很早出门 也许是我是五点 他就已经是四点 那有时候我回到家的时候 妈妈我回来了 然后他就很开心的 就说啊,你回来了,好 那我要去睡觉 那我通常喜欢找出来的时候 就听到他在打呼 那我觉得真的很少时间可以陪妈妈你这样子 那我也觉得 有你在身边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而且不管遇到任何困难 我都觉得只要有你在身边 我都觉得很,很 就是很实在的感觉 那听到你呼声呢 我也觉得很可爱很开心 那我希望可以一直听你的呼声 直到永远 那我也希望 到过这边 虽然我不敢在他面前说这句话 但我真的想要说 我真的很爱我这样子 对